跟著大戶走財富一定有 我是小璇 您先來收看的是大戶羅盤籌碼洞門 頭馬洞族先機董人長 我之前大家好 我是謝忠林 歡迎收看今天籌碼洞門大戶羅盤的盤後幾分鐘視頻 好直接看盤大盤今天中場上漲44點 ODC漲0.92點 然後今天是 台子結算嘛 那台子結算的話 我相信我們前幾天在看那個 外資旗子的變化的時候 應該都是比較偏多嘛 因為就是比那開張日子還多 所以呢所以 他今天這樣子基本上算OK 那當然 就這部分不是我們關心的重點 我們關心什麼 就是ODC的部分 ODC是內支跟光股空盤 那內支目前的態度怎麼樣 如果說從這個線來看 其實他還是偏多 就是他還是偏多啦 目前這個型態 我相信這個大家 同樣 這個應該是比較偏多嘛 你站上機線之上其實他什麼 站上機線之上 其實 我個人 我個人是認為啦 就算 就算沒有漲 他也是整理啦 那你在機線之上整理 基本上他就是個股表現 就持續的 一直混下去 就持續整理 然後 能漲最好不漲無所謂 然後這個個股表現 安全期到什麼時候 安全期基本上就是 選舉嘛 所以選舉前之前喔 其實我個人認為 應該不會有什麼 什麼 太太奇怪的 太奇怪的 利空 因為現在 你說通膨這個地方到頂 好像大家都認為通膨到頂了嘛 那升息這個部分 你說再要再激進的升息 再三碼三碼這樣子 後面其實我認為那個部分 也不太可能啦 九月份可能還會升啦 就差不多兩碼啦 那後面基本上比較 會比較溫和 那溫和那 你說中國這邊軍演 或者中國這門軍演 其實我相信這個大家麻痺麻痺啊 所以如果說以指數來看的話 其實就是 能漲最好 整理 無所謂 就是他比較不會有那種 像之前那個什麼系統性風險啊 然後 鎖股票 不管好壞股 全部都亂殺的狀況 基本上後面應該不會有 那後面應該不會有的話 就是 個股嘛對不對 那個股的話 總共有個股 我現在我們這幾天跟大家提到什麼 這幾天跟大家提到就是 生意族群嘛 生意族群 那生意族群去做延伸的話 現在我們跟大家提到 比如說像什麼 像這個就是 以這幾天來講 就是跟大家提到 美食嘛 美食嘛 因為 其實 做血還要 當然 要啊要嘛 要啊要最有化理性嘛 但是他怎麼樣 他要限證 他這段限證 這一段漲是在漲 他要在美國發ADR嘛 然後 現在他要限證 那限證的話 其實整理來整理去 我個人認為正常啦 不過呢 不過這500多塊 這個價格不太親民 那不太親民的話 你要限證 所以呢 所以你短線交頂看哪裡 短線交頂可能就看這個 就是新的嘛對不對 是我們在前一天跟大家提到 一樣就血還要 就是第三季他要 還什麼樣 他要開賣了嘛 然後這個部分 基本上他成長性很大的 因為 如果說以今年第三季就要開始在美國上的話 其實就是4塊6 9塊1嘛 就是反而是降估的嘛 那降估的話 其實那時候我們跟大家提的時候 那天那天還沒怎麼漲 那天沒什麼漲 還沒噴出去嘛 那我相信這個昨天大家也非常清楚 我們也跟大家揭牌了 昨天怎麼樣 昨天收161.5還沒創新高 之前高點是162嘛 昨天是漲停拉一根嘛 那今天怎麼樣 今天又衝上去的 收168整個飛到天上去 那飛到天上去的話 頭部友其實就是 也沒 就就就就 繼續漲嘛 繼續漲 那繼續漲的話就是就血來部分 當然 我們還有一半沒有出嘛 沒有出的話就先擺著 反正就是轉弱再出 那轉弱的時候 我也跟大家分享過 就是 如果說你不知道怎麼看轉弱的話 就是你就看30分鐘K的K線 30分鐘K的K線 你就打一條20均下線就好了 你不用打太多啦 20均下線如果說跌破了就是幹嘛 不是說他死掉 就是他要鬼混 他可能會鬼混 那鬼混的話其實你就可以怎麼樣 你可能就先 可以先出掉去做換骨的動作 好不好 當然同朋友 動點是 你要知道換什麼骨 好不好 你要知道換什麼骨 好不好 索馬街頭的視頻一樣 我歡迎你 歡迎你訂閱 好不好 那除了美食以外 我們跟他提到什麼 北極星 北極星現在是跌的 其實他昨天法說 這國泰那個法說 其實他說的算 蠻正面的 他說的蠻正面的 但是呢 他為什麼今天 開始整理 有沒有 主要是什麼 8月15號 他昨天有講 掌握是正面的 但是他那個肺腱皮還用料 8月15號怎麼樣 8月15號就是結案 就收案 那你收案就開始幹嘛 收案之後開始要解盲程序 那你解盲程序 一個多月 有沒有 解盲程序要一個多月 就是 8月15號停了 就是開始收案 收案之後開始要做解盲 就是看到底那個 有沒有效 這個要到底有沒有顯著的效果 那 到解盲這段期間差不多要一個多月 那一個多月的話 差不多一個多月 今天是 17號對不對 8月17號 那一個多月的話 可能就到9月去 9月去耶 那9月去這段期間 它會變空窗期 空窗期 欸 還沒叮噹 空窗期 大家在等的結果 可能就不會動 所以不會動的情況之下 所以我們今天就先把它除掉 先把它除掉啦 但除掉 資金 有沒有 開始那邊老化 出掉 你要有新的機會吧 你要知道下個機會在哪裡嗎 對不對 那下個機會在哪裡的話 就是我們貫特會員這邊喔 我有請他們去買 昨天一直賺 只賺唯一的一支股票 唯一的一支股票 唯一的一支股票 昨天一直賺也有股票啦 一直賺啦 就這個嘛 一直賺嘛 昨天一直賺只有單一支股票 Only one一支而已 就買那一支 就沒得挑啊 但是它價格比較貴 就是 3%的價格比較貴 那價格比較貴的話 那 普惠這邊是不是沒什麼 沒什麼參與到嘛 那沒什麼參與到的話 就幫你一起來玩這個好了 一樣啦 有點貴 但是這次應該是可以玩 加登啦 這我們今天 加登的這個部分 我現在這個加登我們之前也做過 好不好 之前也做過嘛 老朋友嘛 今年賺10塊 明天賺15塊嘛 所以就藏性的部分是安全的嘛 一樣 爽把教育的視頻 我也分享過多次 就是安全的 就是像這一種 就是有獲利的 好不好 那當然加登這個部分 拉上去 打回來在那邊整理的時候 就是先小買部分持股 在25到259階 然後呢 買沒多久都在 當真漲停板 這邊啊 然後呢 當真漲停 當中獲利出一出 對吧 獲利出一出啊 朋友 其實 其實就長槍配短刀啦 也是我在跟大家提什麼 麻雀戰法 你快速的滾動本金 極小成為大勝嘛 就做做短線嘛 有 維持什麼 維持獲利的 匯利的節奏跟感覺嘛 不要說 出了 出了 不知道幹什麼 出了 出了 不會不知道幹什麼啦 比如說像我剛剛講的 美心出掉 對 這個一個月後再來 然後先買什麼 先買這個 比較高價的對不對 就是官特這邊先買一下 那個昨天一直賺 圍了一支股票 那個法人 投信 買滿多的 我聽說 聽說還會再往上漲 好不好 雖然說 那個股價位階有點高 但是應該還會再往上漲 因為他有一些利多 那個媒體上還沒寫的 好不好 另外就是玩一下加登 好不好 轉槍了嘛 轉槍了 做一下當衝 好不好 做一下當衝啦 就急下直就 的結束啦 的衝料 好不好 就買了就拉上去 好不好 那當然 投票 其實 一樣 看下一支啦 所以 你不知道下一支在哪裡了 我一樣 張開鬆鬆壞你啦 好不好 麻雀戰法 快速滾動本金 金基小升為大升喔 當然後面還有一些股票 我認為是可以留意的 比如像這個 投票大陸現在限電 所以大陸現在限電的話 其實 投票大陸它是短線上的限電 當然後面會不會有 會不會繼續限電 或是延長 這個話都要觀察 不過有些股票 它交流出業績的喔 你遇到這種利空震盪 其實 我的看法 它如果要交流出業績 其實你不用擔憂什麼 它混一混一幾百張都跑上來 就像這個加登一樣 混一混就跑上來了嘛 像這個針頂啊 跟那個什麼 就跟這一支嘛 反正就是這個混一混 基本上這個 像上面這一支啦 混一混就我朋友手紅 它又混上來了 那這個就是什麼 在這麼橫盤做整理 好不好 其實我認為像這個都還可以留意 那明天做 明天你要看什麼 好不好 明天有一個事件 我認為你可以留意一下 明天18號對不對 明天18號 原宇宙大會加持 原宇宙 就明天的原宇宙啦 好不好 原宇宙基本上這個部分 是算比較想像空間的 那原宇宙這邊 其實 比較大家所熟悉的就是 黃拉電嘛 對吧 黃拉電沒東西 沒東西 但是呢 只要題材到 它都會漲 今天有沒有漲 今天好像有漲 但是 老朋友 今天有漲 但是你要看什麼 你要看那個市場上 那個維系元器的部分 明天會不會往這一塊 往這一塊去啦 就原宇宙的部分 所以 所以 如果說你明天要看 就是短線上如果中題材的話 短線上的題材 明天 最即時的就是什麼 就是原宇宙這邊 所以相關的股票 相關股票 我認為 你可以多留意 不知道留意哪一支的話 好不好 手碼教學視頻帶著 好不好 我們做個簡單結論 好不好 其實我們講的還是一個 操作的方法 有操作的方法 就有獲令 就有下一次 當然 心白一樣 跟著大虎走財富林有 喜歡分享的話 可以點個訂閱 按下小鈴鐺 我們節目更新喜歡 第一時間推播通知你 我就可以分享到這邊 籌碼 動足心機 動人掌 我是鹹豬大明朝順利 明天見 拜拜 我跟著小鈴鐺 我看看 我應該會有 好紅 我應該會有 小鈴鐺 我們應該會有 小鈴鐺 我們應該會有